哈喽大家好我是丁丁 今天这支影片就是要跟大家说 韩版在8月7号更新之后新增了许多装备的收集品 那它的能力有哪些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吧 这一次的装备收集品主要就是针对远攻跟近战的能力做提升 还有加近命远命然后近伤远伤生命加1 还有攻击速度2%无视伤害减免加1 远近距离暴击加1 然后伤害减免利敏制体质加1 那你会说这么多装备我要怎么样才知道要准备哪些呢 没关系我这边帮你整理好了 请看 这些就是你可以提前准备的装备 其中特别注意一下 加8的迪比斯扶持剑 刻印跟无刻印各需要两把 然后最右下角的骑士团斗篷需要4件 然后各位小伙伴们就可以开始着手提前准备这些装备 到时候更新之后直接塞上收集品大幅提升能力值哦 另外这边提一下韩版这周也更新了新篇章伺服器的兑换道具 好啦那这支影片就先到这边啦 我是丁丁 我们下次再会咯 大家拜拜 拜拜